人们刚刚发明了永动机 他们用电力飞行却有风力发电 能边飞边充电永远飞在空中 他们最初的使命是冷却大气 却意外给地面带来极寒末日 背后的原因令人寒心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极冻末日 查理本来是科学家 因为与科学界格格不入 转行写科幻小说 没想到形成降维打击命气大涨 这天呢他正跟女友举行粉丝签售会 无料天色大变 电闪联名间超级风暴过挟着汽车飞来 把一位粉丝当场杂死 风暴来得快去得也快 天气转轻 女主角乔安已经来调查了 早些年查理当科学家时呢 乔安是他的助理 现在他已经在科学局工作 至于在研究什么是个谜 查理怀疑是他们瞎研究导致的灾难 但是有没有证据 于是送走女友死缠乱打跟着他们 几个人正在说话呢 科学局的同事又侦测到新的风暴已经 咳咳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他们连忙赶去 这次遇难的是一个农场 农民见黑云来袭想跑 可饥寒来得极快 快一秒就被冻成冰雕 主角们姗姗来迟 天空有恢复情好 仿佛灾难不曾来临 查理搜索农场 发现了一个坏掉的无人机碎片 温度基地 这就是乔安实验的一部分 但是他并不愿意透露 三个人继续搜索 在铲车旁发现了农民的尸体 此相太惨了 乔安未知动容 终于意识到问题严重 他把查理带回科学基地 解释起来由 乔安的团队近年来为一位官员工作 他们新研发了一种无人机 能把风能当作能源 又能在飞行时带来风能 可以无限飞行 他们装备超先进的挥发器 能取出大气层底部的湿气 做成液弹 查理当场明白了灾难的原因 无人机在大气层底部取出湿气 导致那一带非常干燥 所以大气层顶部的湿气 就塌陷到地表 形成了激动风暴 他回想起风暴出来时 确实有像雷的巨像 但那其实不是雷 而是大气层塌陷的声音 许多科研人员觉得 查理只不过是个写小说的 嗤之以鼻 但他们也没法反驳 乔安觉得不管怎么样 当务之急是必须先把无人机停下来 同事们吞吞吐吐吐 他们刚跟官员汇报过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已经为这个项目 投入太多了 齐护难下 官员的指示有两条 一是呢 把所有死者归咎于自然原因 二 无人机必须继续运行 他强调自己才是老板 谁都别想做主 无人机继续工作下去 势必带来更严重的灾难 乔安气得乱转 擅自下令关停无人机 不巧远程关闭 需要海长的时间 碰巧呢 又有阵风暴出现 坐标就在营地旁边 他所到之处 一切成兵 营地也会被以为平敌 没有时间操作了 所有人开始逃命 一位同事运气欠佳 连人带车被吹上天 其他人员驾车逃走 查理乔安则在管道里 紧紧拥抱 捡了条命 一行人重新汇合 来到一处招待所 他们随身携带着科学设备 准备利用这里的网络 关停无人机 可他们尝试连接无数次 却每次都失败 直到最后断电了 原因呢 可能有二 要么是官员 故意封锁了他们的权限 要么是这里信号不好 不管是哪种原因吧 他们都得先找个 有电有信号的地方 他们途经一片风暴废墟 看来前阵子的风暴 不止一处 这里也饱受摧残 查理试图从废墟里 找出幸存者 没想到却发现了一具 熟悉的尸体 原来女友离开自己之后 刚好在这里被风暴袭击 当场丧命 查理深深后悔 自己如果陪着女友 并没有来多管闲事该多好呀 乔恩和同事们 也陷入自责 恶子失落 不料天气再次聚变 大家慌忙上车 赶到了一个电视台 这里有电影又有信号 他们第一次联系上了官员 官员说 他在失联期间 也做了很多的事 科学营地被毁之后 他没法从地面观测无人机 相还生 飞机也冻结坠毁 他试图从总部遥控无人机 可控制器也毫无效果 眼看无人机要生成新的风暴 袭击城市造成更大的伤亡 他忙派两架战机 摧毁了所有无人机 因为一切就此结束 查理心里冷笑 知道官员在搞什么鬼了 乔恩之所以没法控制无人机 就是被官员封锁了权限 他的初衷就是想生成风暴 看看他有多大的威力 可能是想把它当成武器什么的 不过他没想到玩大了 所以才急着摧毁无人机来挽救 幻音刚落 队友们又发现了新的风暴 他正想成事而来 准备夺取百万人性命 无人机明明全被揭露了呀 查理解释说 无人机就好比火柴 而风暴就好比燎原大火 火势已经生成 就算火柴灭了也会烧下去 也就是说呢 只要大气层的问题得不到修复 急寒风暴 还会从大气层坠向地面 越来越严重 官员得知也不禁交头烂额 所以怎样才能消除风暴呢 在场有人是查理的读者 知道在他的小说里面 有人曾用高空传感器 把臭氧层射出大洞 救见了无数人 也许我们也能效仿呢 查理微微一笑 支持他的看法 拯救计划分两步 我们先把臭氧层撕开大洞 再给大气层顶部加热 让里面充满热气团 这样就不会再往地表掉 急寒风暴了 正好附近就有个研究所 还有多台高空传感器 可以射开臭氧层 但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得找一个巨型的加热装置 把大气层顶部加热 大家脑洞大开 准备借一台卫星 用它来集中太阳能 加热大气层 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 官员气急败坏 但是由害怕楚文败露 只好搞到了一台卫星的控制密码 任由大家使用 主角们兵分两路 查理乔恩等人去研究所 而一位程序员则拿着密码 远程遥控卫星 查理不幸撞上一场大风暴 但知识就是力量 他知道只要速度和角度正确 车子就能从龙卷风中驶出 结果有惊无险验证了他的理论 不过风暴越来越多 城市已被笼罩在死亡阴影下 他们赶到研究所时 天空已经降下 致命冰雹 冰块高速接应 有如子弹 一个队友多闪不及被冰雹 穿心而死 两位主角在科研人员的帮助下 开始给所有高空传感器充能 风暴渐渐逼近 大门被吹开 安保人员被吹走 研究所岌岌可危 对台传感器呢 也有被动坏的风险 前军一发时 充能终于完成 传感器矩阵启动完毕 他们电力汇总 直刺苍穹 程序员也遥控卫星 收集太阳能量 试图摄入大气层将它变暖 乍看上去 似乎一切都没有变化 但假意时日 所有风暴终于消散了 所有人欢呼雀跃 查理乔安终于松了口气 忘情相依 唯有官员吧 不太开心 因为主角们已经把他 所有的罪状整理成蝶 一份寄给他 另一份寄给了参议员 几位联邦探员 正要找他谈话呢 至于受伤的臭氧层 怎么样了呢 可能他过一阵子 就会自己恢复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vus 咱们下期再见